那其實左手對右打者來講他是一個前導手 哎呀王政堂這個才剛從傷病中回來 結果一顆球 觸生球被丟中了 哇這是愛卜勒在本屆第二次的觸生球 其實他很少丟觸生球 116局 才丟兩次 但這一回運氣不佳的是王政堂 王政堂因為傷勢的關係其實也 很可惜 不然今年他的打擊狀況很穩定 今年一整年下來 富邦這邊打擊最穩定的打者就是王政堂 因為我就是在這個小腿筋骨附近 好在位置沒有在上面一點 好在上面 對 對 如果在上面一點的話 就會打到整個膝蓋骨頭這邊的位置會更痛 那看起來是因為有打到一點護具 跟他小腿的肌肉的部分 好